本周,关于AI的新闻层出不穷。 近日,备受瞩目的开源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Hugging Chat正式上市。 Hugging Chat基于Lama语言模型开发,也是Hugging Face旗下的免费聊天机器人。 Lama模型由Meta开发,是最先进的开源聊天模型之一。 其特点是高性能,对GPU的占用非常低。 测试表明,具有130亿参数的Lama模型可以超过拥有1750亿参数的GPT3模型。 Lama在预训练阶段主要基于英语,也具备多语言能力。 不过,由于没有将中文加入预训练,Lama的中文能力很弱。 为了方便用户使用,开发者已经为Hugging Chat设计了类似ChatGPT的聊天界面。 此外,你还可以将该程序的副本部署到自己的Hugging Face Space,并对其进行定制。 Hugging Chat首先发布了V0版本。 点击下方链接,进入Hugging Chat,点击左下角的Film,可以将界面切换为黑色。 左上角New Chat选项,可以新建一个对话。 在对话框中输入命令,就可以开始聊天了。 首先,我们来测试一下官方给出的Demo问题。 问题一,作为餐厅老板,向供应商写一封专业的电子邮件。 从生成的结果可以看出,Hugging Chat按照要求完成了一段简单明了的邮件。 不但标注了发建人姓名、商品数量,还要求供应商保持食材的高品质。 问题二,用Python编写一个简单的贪吃蛇游戏。 收到指令后,系统就会快速生成一段代码。 熟悉Python的同学,也可以测试该段代码的效果。 问题三,如何制作美味的柠檬乳烙蛋糕? 这是一个基础且简单的问题,也就是美食的配方和制作流程。 从输出的结果可以看出,尽管Hugging Chat列出了Recipe。 缺点是排列杂乱,且没有给出操作步骤。 把同样的问题输入到ChatGPT,我们可以看出,ChatGPT的回答则更加专业。 不但提供了配方,还提供了详细的操作步骤。 提出第四个问题,请用中文写一篇文章。 从系统给出的答案可以看出,Hugging Chat对中文的理解很差,完全无法和ChatGPT相比。 把同样的问题输入到ChatGPT,则可以获得较为理想的答案。 问题五,请写一篇心理学毕业论文。 从输出的结果可以看出,Hugging Chat暂时无法输入长篇,条理清晰,且专业的内容。 因此,在长篇专业性文章的写作上,ChatGPT依然是最适合的工具。 现在,我们就完成了简单的测试。 由于该模型刚发布,官方已经声明,Hugging Chat V0版本使用了Open Assistant Lama 30B模型。 也就是说,该模型如果输出错误或者不准确的答案属于正常现象。 总结一下Hugging Chat的实际表现。 尽管Hugging Chat的语言模型还无法和ChatGPT相比,对中文的支持也不足。 不过,作为一个开源的聊天机器人,Hugging Chat一定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并有机会挑战ChatGPT的地位。 2.ControlNet 1.1发布 近期,ControlNet 1.1插件正式发布,包括了14个控制动作的模型。 新版本模型的命令规则也发生了改变。 其中11代表了1.1版本,字母P代表了生产就绪模型。 SD15代表Stable Diffusion模型。 Kenny代表控制模式。 如果你还没有更新该插件,进入到OneUI,点击Extensions,也就是扩展选项。 点击检查更新按钮,系统就会检查未更新的插件。 选择SD-Web UI ControlNet,点击应用并重启用户界面,即可完成更新。 回到主页,ControlNet已经更新为最新版本。 如果无法正确安装该插件,你也可以点击下方链接,按照步骤完成安装。 在本次的更新中,Gas Mode也增加了多个选项。 1.0版本中的Gas Mode,也更名为Control Mode。 在该模式中,你可以选择平衡模式,或者提示词优先模式,以及ControlNet优先模式。 通过改变全种植,生成的图像也会发生细微的变化。 ControlNet 1.1的使用方法和之前的版本相同。 可以在文生图、图生图模式中使用。 在不使用预处理器的情况下,上传一张手绘的草图,输入提示词,就可以获得一张对应的图像。 上传一张图像,选择任意一个预处理器,获得图像的骨架或线稿。 输入一段新的提示词,就可以生成一张相同姿势的图像。 进入设置,选择左侧ControlNet,MultiControlNet。 把数量调整为两个以上,还可以同时应用多张线稿图,并输出到同一张图像中。 完成设置后,重启WebUI即可。 新版本的OpenPose可以更加精确地识别人物轮廓,生成更为准确的姿势。 Shuffle模型则会用随机流改变图像的原有布局,更加适合艺术创作。 InstructPix2Pix模型则可以轻松更改人物的服装和背景样式。 AnimeLineArt模型则可以绘制出漫画线稿,适合动漫人物创作。 总之,随着ControlNet 1.1的推出,AI绘图将会变得更加智能化。 3.Me Journey V6即将发布。 Me Journey在近期发布了V6版本的最新消息。 根据确切的官方消息,Me Journey V6将在2023年7月1日前推出。 V5版本推出后,生成图像的初始分辨率已经提升至1024。 而V6版本很有可能会提供高达2048分辨率的图像输出。 此外,V6版本还会进一步提高语言处理能力, 以及手部渲染和3D建模能力。 尽管V5版本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 人物的手部还是不完美。 而V6会让手部的描绘变得更加逼真和准确。 总之,作为AI绘画的主流平台, Me Journey V6版本一定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或者联系小微。 欢迎大家收看本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再见。